人到底从哪里来 我想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去想的问题 人从哪里来 你如果说哪还不简单 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讲这种话的人就表示什么 表示他的见识实在是很小 否则他不会这样理直气壮的就说出来 越有学问的人他越是不敢回答问题 就好像到时越成熟他就越往下垂 是一个道理 因为人如果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 那妈妈又从哪里来 这样一直追下去的话 大家就会摇头 那怎么办呢 万物我们都看得到 可是他从哪里生出来的 西方人给了一个非常明确 肯定方便简单的答案 神创造的 这个神创造的 是西方人比较相信的一个答案 神 他是至高无上的 他可以创造一些 因为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你看 西方的神 他是主宰一切 所有人都要听他的 而且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子女 这样我们才能了解 为什么西方人儿子可以叫爸爸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你是神的子女 我也是神的子女 只是现在在短期间 你是爸爸 我是儿子 但是长期看起来 我们都是神的子女 我们是一样的 我想这种观念 中国人大概不太容易接受 他认为人是平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跟上帝产生密切的关系 因此上帝可以有戒律 人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所以就形成了西方的法治社会 我们今天老讲法治法治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根源搞清楚 每一个人都信奉上帝 都服从上帝的戒律 然后把它变成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法律 用法律来治理一切 这样才叫做法治社会 你如果不服从上帝的戒律 那上帝是很严格的 他会出发 尤其人死了以后 要受到最后的审判 我想这是神本唯一 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神后面加上一个名字 叫做神明神明 你看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抬头三尺有神明 那可见神明很多 不是只有一个 而神明他是干什么呢 他不是来管我们的 他不是来管我们的 他是帮助我们去了解道理的 才叫神明 神而明治 很神 终于让我明白了 这样才叫神明 易经那句话 我们重复好几遍 叫做自天幼至 即无不利 就是你自己去了解天理 然后你又顺从自然 你就会得到吉祥 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后果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重在人 在自己 我没有悟到天理 我有没有去悟到自然的道理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告诉我们 中国人是更实际的 用英文来讲 就叫做practical 中国人是非常practical的 对这些虚拟的东西 平良心讲 我们是不太接受的 易经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都是人想出来的 都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不用虚拟 我们用想象 通通是人想象出来的 我们以前有手表吗 没有 就是有一个人 他想想想 想了以后就 手表就出来了 我们有钱有麦克风吗 没有 就是有人不断地想想想 想到这麦克风就出来 所有的东西 都是人想出来的 我想这是易经给我们 最高的一个答案 我会想到这里 我会想到这个想象 我会想到这个想象 是一句可思计之类的